歡迎收看今天的新唐人財經新聞 我是沈偉彤 去開啟帶您關心國際股市 美股主要指數十六號收黑 道瓊工業指數下跌百分之零點三七 納斯達克標普五百指數也都走低 讓美股是連五週上漲走勢 暫時劃下據點 而週一適逢美國總統日 美國股市債勢將休息一天 而投資人聚焦指標企業 回答即將公布的企業財報 台股方面加捐指數呢 今天高檔震盪 首盤是上漲二十八點五五點 秋彩一萬八千六百三十五點八零點 台積電下跌五元 另外人工智慧類股呢 大多是集體休息 法人提醒這波指數走高 造成獲利回土賣壓 可以留意法社會的重要訊息 避免追高殺低 我們再來關心 本週產業的重頭戲 台積電日本雄本廠 即將在週六時間 舉行開幕儀式 包括日本首相岸廷文雄 以及台積電創辦人張忠謀 有望出席 而台積電的進駐 也吸引日本零售業 插起進駐搶商機 賣起濃濃的台灣味食品 台積電創辦公司 台積電創辦公司 第一座工廠僅花了一年八個月就完工 預計第四季量產12奈米 16奈米等製程 而台積的進駐 不僅增加晶圓成量 更帶動當地經濟效益 日本零售業相繼差起進駐 或在現有商場增設台灣專區 日期 伊蘇米位在巨洋艇的分店 已經增設台灣食品專區 擺放泡麵 八寶洲等約20種品項 而日本家具大廠 以德利也選在鄰近地區展店 唐吉賀德巨洋店也正評估 引進台灣商品 另外2022年進軍日本的台灣台唐 則提醒通路擴大鋪貨 並請日本代理商辦理促銷 台積電雄本廠2月24號 將盛大K幕 日本九州金融集團 曾估算 台積電設廠經濟效益 高達6兆8,518億日元 約新台幣1兆4,400億元 由此同時 台積電第二座金融廠 計畫今年底開始興建 2027年底開始營運 將提振日本西南部的經濟動能 新唐人亞太電視 成為魔罩庭域整理報導 台灣代工大廠偽創 今天19號在新竹 舉辦全球營運總部上涼典禮 總經理林建勳表示 將規劃人工智慧武區伺服器研發中心等項目 預計今年第三季就能完工啟用 新建工程上涼典禮 代工大廠偽創全球營運總部 建築新竹AI智慧園區 19日舉行上涼典禮 由總經理林建勳親自主持 新竹縣長楊文科 竹北市長鄭朝芳等人 都出席活動 我們認為整個新竹縣有足夠的人才來支持我們整個營運總部的完成 所以我們決定把我們的營運總部落在新竹縣 為創全球營運總部以黃金綠建築打造 營運規劃包括AI 5G色服器研發中心 5G智慧工廠數位能力中心 以及全球運營人才育成總部 研發人才初步規劃至少600人 總部落成後將擴大專業人才需求 即將在第三季就要來正式的啟用 會帶給我們竹北更新的榮景 我們也十分的期待 我們的客戶都是基本上就是前面就台積電在幫他們晶圓先製造 然後我們這邊就在做不管是主機板或系統 其實都在這個所有的事情都發生在整個大新竹地區 那所以未來我自覺的AI還有才剛開始 所以未來的展望還蠻大的 新竹縣長楊文科表示 進駐AI智慧園區的四大廠商 陸續在今年底到明年初完工 將創造約4000個就業機會 預估年產值超過1000億元 新亞洲亞太電視林秋霞 陳輝模李晶晶 台湾新竹報導 再來關心 店家4月份將調漲的態勢 似乎越來越明朗 店家費率審議會計畫三月中旬舉行 由於臺電虧損嚴重 除了靠政府撥款補助也不排除調漲店價 而最新調漲方向傳出 主要是針對用電大戶 考量半導體景氣復蘇 而且用電量大 從4月份開始特高壓用戶調幅最高預估超過一成 另外民生店價也會納入店價的調漲評估範圍 另外在家庭用電部分 以往是700度以上才會調漲 而這次可能會拉到500度以上就會調漲 將影響約300萬家庭用戶 美股財報相繼出爐 本週一大重頭戲就屬美國晶片龍頭輝達 將在21號美股盤後時間公布上季財報 分析師預估 匯達營收將來到203.7億美元 較前一年成長237% 調整後的EPS為4.59美元 進一步使得匯達達到連續第三季獲利的記錄 另外分析師也預期 匯達2025年會計年度第一季 每股純益 遙望達到5美元 年增359% 而匯達股價從年初的500元不到 到現在700多元 股價已經提前反映本週的財報利多 他回答政經長黃仁勳 近日出席2024年世界政府峰會 被問到如果站在科技的前端 人們到底應該學習什麼 黃仁勳回應 學習電腦的時代已經過去 而生命科學是未來 他指出人類生物學 才是科學裡最複雜的一大領域 甚至難以理解 同時具有難以置信的影響力 所以說如果給自己一次重新選擇的機會 那就是將生命科學工程化的學科 還並強調生命工程即將到來 是一個工程領域而不是科學領域 而另外來關心市場一大焦點 美國聯手會即將在臺灣時間週四 公布最新的貨幣政策會議記錄 美國前台長桑莫斯上週就預估 一系列的數據顯示通膨之戰還沒有結束 持續存在的物價壓力表明 聯手會下一步的政策有可能升息 而不是降息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本週還有多名的聯手會官員 即將發表談話 美國一月經濟數據表現強勁 也讓金融市場關注通膨隱憂是否在起 不過投薪業者預期 美國通膨降溫的趨勢不變 而近期的債券殖利率走高 反而成為佈局時間點 美國經濟意外強勁 一月消費者物價指數年增多達百分之三點一 生產者物價指數年增百分之零點九 市場對肺德今年降息預期明顯降溫 十年期美國公債殖利率攀升到百分之四點三 兩年期公債殖利率一度來到百分之四點七二 投資人擔憂同膨是否在一起 儘管去年債券市場有明顯反彈 投薪利挺整體債市多頭才剛開始 加上殖利率近十年平均甜蜜點 都是債食入場好時機 資料顯示美國費城半導體一年漲幅百分之四十八 S&P500漲幅百分之二十二點三七 而日股台股都是履創新高 但專家提醒股價存在盛行壓力 建議投資人佈局債券資產 適時分散風險 現在的一個股票市場來講的話 我們認為說往上的一個空間相對有限 而且波動風險事實上是相當的大 可是在於市場來講的話 在所謂high for longer 在這段時間即使股債都是出現 同步的一個震盪的一個區間 可是事實上債券市場還有一個 利息的一個收入 目前投資人債的一個 吸收大概是五Percent 可是非投資等級債的 吸收大概是八Percent到九Percent 其實都可以做一個配置 業者推出台灣首檔非投資 級複合型債券滿足資產配置需求 不過利率走向存在變數 美國前財長桑莫斯十六號指出 美國通膨壓力依舊明顯 擔心連整會的下一步行動 恐怕並非降息甚至有百分之十五機率 可能升息 不論如何通膨景氣走向 投資人都必須慎重以對 現在是高雄的什麼銅 台灣台北報導 日本政府數據顯示 去年第四季日本經濟陷入衰退 失去第三大的經濟體寶座 不過日股呢 在國際資金湧入日元貶值等因素 從去年以來是不斷上漲 我們請教台灣日本研究院理事長李世輝 您觀察日本的經濟現況 相較過去失落三十年 是否已經出現翻轉 而今年日股是再度上揚了百分之十五 是否有機會再創歷史新高 請教您看法 首先就是多數的評論家都認為 最近幾波日本股市的上漲 其實是得益於日幣的貶值的 那當然我們認為日幣的貶值 當然會吸引很多的国外資金 進到日本市場進行投資 可是呢 持續的成長 或者是股價持續的上揚 它一定有一些 產業或政策面的因素 那我們如果從 剛剛您所提到的 日本的經濟跟產業 是不是一個 擺脫過去失落三十年 我認為是 從很多數據來看 是非常有可能擺脫 那個失落三十年 有幾個數據 大家可以去思考 第一個就是 通貨的緊縮 已經得到了很明確的改善 去年一年 日本的這個物價 它的這個 通膨的數字 已經達到他們的標準以上 已經超過了2% 然後呢 那 此外 比如說 重要都市的不動產的價格 也出現了上揚 然後這讓日本的這個 算是通貨緊縮 得到了某種程度的改善 第二個就是企業的信心指數 那特別是這個製造業 跟服務業的信心指數 在過去幾年的調查 過去幾個月的調查的過程中 我們可以發現 它的上揚幅度都是 這幾年來最好的一個 最大的上揚幅度 比如說日本企業 對於未來前景是客觀的 是樂觀的 然後第三個 其實就是國外重要投資者的 對日本的這個算是支持 特別是巴菲特 他對日本的商社的投資 他直接等於說 向全世界宣傳的 日本的經濟 将來是可能成長的 這也推升了日本的股市 第四個就是 日本的企業 對於薪資的大幅的提升 比如說 過去以來日本的企業的業績 並沒有得到成長 所以他的員工的加薪幅度 是非常非常低的 可是去年跟今年的加薪幅度 都是有史以來最高的 那企業員工得到了薪資之後 他自然而然就去消費 他消費也會帶動進一波的 物價的成長 物價成長又會增加企業的利潤 所以它是一個 算是成長型的通貨膨脹 所以我們認為未來這個 有可能持續拉動日本的經濟成長 第五個因素其實就是半導體 過去以來日本的經濟成長 它一直缺乏一個可以推升它成長的火車頭 可是我們最近發現日本它很注意 等於說把半導體拉進它的產業架構當中 大概在未來的幾年內 有70家企業在日本進行90以上的 項目的投資都是半導體 日本政府對於這樣的一個投資給予非常大的幫助 然後這樣的一種的投資呢 其實會直接推升日本產業的發展 最后一個原因就是日本的政治它某種程度對於它的產業發展方向 以及它的國際經濟的政策的取向 其實已經是確定了 以前的日本到底對中國的態度它出現了不斷的反覆 它也影響它的經濟貿易政策 可是現在日本對於中國的態度是很明確的 也就是說日本必須要思考一個沒有中國 或者是不再依賴中國的經濟成長的路線 那這樣的一種路線呢 會調整日本的經濟發展方向 它會投入資源去進行建構另外一條符合日本經濟成長的供應鏈 那我們認為這樣的一種的發展方向呢 其實可以讓日本擺脫就是糾纏 是否要跟中國繼續往來的這樣的一種的難題 而著重全新的發展 強化它自己的競爭力 所以這些原因我認為是日本的經濟 目前看起來是有一些好轉的重要的一些徵兆跟跡象 外媒指出歐盟將對蘋果儲以約5億歐元 相當於約169億元台幣的罰款 理由是涉嫌違反歐盟競爭法規 歐盟委員會去年曾指責蘋果透過應用程式商店規劃 阻止城市開發者購置用戶 還有其他的購買選項 扭曲音樂串流市場的競爭 公研院產科國際所預估 今年第一季台灣半導體業產值將月薪台幣1.14兆元 計減5.2% 年增13.1% 全年產值可望突破5兆元 將創新高 美國政府之前計劃2030年前 新車銷售中有60%是電動車 不過紐約時報指出 美國拜登政府有意放寬廢氣排放的限制規定 讓汽車製造商有更多時間推動從汽油車轉向電動車的計劃 路透報導 由於勞資雙方對薪資問題未達共識 德國旱沙航空地勤人員將於本週二展開大罷工 這是德國旱沙航空地勤人員本月來發起的第二次罷工 新藤野太電視整理報導 來看今天的產業動態 搶攻第三代半導體測試升機 韋系電子配合創新版上市前公開成銷 暫定3月7號掛牌上市 另外由於物價高漲 經濟走緩 2023年實質總薪資是七年來首見負成長 而根據另一項調查數據顯示 半導體產業薪資推估2022年平均每位員工年薪約208萬元 實質造業近三倍之多 而隨著7月巴黎奧運商機即將到來 國際鞋場預期今年的EVA鞋材需求成長超過15% 被國內臺塑、臺聚和雅聚營運天增動能 而2023年全臺灣房市預售屋表現家 預售交易達到10萬6千萬件 年增率高達27% 推估每三戶交易就有一戶是預售案 成交揭露金額高達1.7兆元 但你看到台北國際書展明天正式登場 整體展覽規模相較去年是再度擴大 不僅泰國將有一團約百人的代表團 又由18個國家組成的版權買家團來臺三放 臺灣文化部長史哲強調 只有書跟出版還是真正的萃取與精華是不可取代 文化部長史哲西守荷蘭在台辦事處代表譚靖南 搶先開箱台北國際書展主題國荷蘭展區 2024台北國際書展將在20號登場 整體規模對比去年再擴大 預計有34國共509家出版單位參展 首度邀請了包含荷蘭、美國、日本、韓國、泰國等 18個國家的一些版權買家團 那也希望這次可以活絡大家對於國際上的交流 在閱讀習慣改變之下 出版業面臨巨大挑戰 文化部長史哲強調 出版、書籍才是臺灣文化內容的水源 資訊是爆炸的 知識是浩瀚的 但只有書跟出版才是我們真正的萃取 才是真正的精華 那是不可抹滅、不可取代的 臺北國際書展加緊腳步做最後的調整建制 預期在未來六天展期 憑迎接人潮超越去年50萬人次 新唐人亞特電視 林家維 曾馨銘 臺灣臺北採訪報導 加拿大幾下中國獨下 鋁電池供應鏈龍頭寶座 下集新聞我們帶您瞭解 歡迎回到新唐人財經新聞 來看到今天的國際重要財經報紙訊息 首先看到彭博士報導 日年堂陷入困境 第二代的Switch破研至2025年發售 中日時報報導 歐盟首次對蘋果音樂串流開罰五億歐元 華街日報 疫情期間逃離的科技領袖 重新回到舊金山 另外 日本產經新聞 受經濟放緩和政治風險影響 去年外資企業對中國直接投資 下降百分之八十二 創下三十年來的新低 而根據彭博全新能源財經 日前發布的排行榜中 中國首度失去2023年全球鋰電池供應鏈的龍頭寶座 被加拿大所取代 彭博全新能源財經日前發布的排行榜中 中國首度失去2023年全球鋰電池供應鏈的龍頭寶座 被加拿大取代 加拿大成為全球最有潛力建立安全 可靠可持續的鋰離子電池供應鏈的國家 雖然中國人擁有最強大的供應鏈 但這次的排名變動 BNEF認為顯示出中國在ESG治理領域上的缺失 而美國推動的通膨血減法案 駐加拿大穩固第三名的地位 東南亞則是進步最多的區域 尤其是印度和印尼表現突出 所有列入排名的非洲國家也都改善上游業務 與全球合作夥伴合作 加拿大或是其他國家的電池能夠開始大幅成長 因為受惠於美國IRE法案跟清潔生產競爭力 這些法案的影響 包含一些國防的法案裡面都要求說 中國製的這些電池的產品 它不能超過一定的比例 甚至有些法案裡面是禁止使用 美國的車廠當然會開始思考說 原來我跟中國國伴談好的這些合作計劃 會不會感謝我所拖延 石墨是鋰電池的重要原料之一 中國約佔全球石墨產量的65% 但中共從去年12月開始 對一些石墨及其製品進行了出口管制 這讓鋰電池的相關產業掀起了一股 尋找替代原料的硬變潮 而這股風潮已經在歐洲和日本生效 美國也在巨額財政補貼中 不斷推進鋰電產業鏈的構建 希望能結束對中國的鋰依賴 一些媒體與學者認為 鋰電池將成為美中貿易戰的下個目標 新唐人電視王子祺 洛雅 Tony 採訪報導 臺北燈節正式展開 湧現人潮與商機 帶動經濟效益 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換回來 一年一度的臺北燈節正式展開 今年橫跨了捷運西門站到北門站 一共展出123座的燈組 吸引不少國內外遊客 而市政府也期盼結合在地商圈店家 帶動更多的經濟效益 絢麗的龍身照亮臺北西門町夜晚 一年一度的臺北燈節 再次信國內外民眾共襄盛舉 我愛燈光和群眾 很好的能力 每年都會來 對 每年都有不同的主題 漂亮啊 而且很有氣氛 古城門北門結合光雕與投影技術 沿途還能看見日本 韓國等異國 特色花燈 接著走到西門町 歷史文化完美呈現在燈組上 好 這是臺北燈節的範圍呢 從北門沿著中華路再到西門町 並延長展示期間 期盼結合在地商圈店家 帶動更多的經濟效益 商圈美食大焙長龍 臺北燈節帶動人稠湧現 來往的人潮比較多 所以會有一點幫助 應該可以多個兩成或三成吧 臺北燈節 往年吸引上百萬人次造訪 市長蔣安期盼 今年吸引更多的人潮與商機 新桃園亞歷電視 成文魔罩情侶 臺灣臺北採訪報導 來看明天二月二十號星期二 有哪些重要的財經活動 首先 美國公佈一月的領先指標 沃爾瑪發布財報 另外 臺灣經濟部公佈一月的外銷訂單統計 以及臺北國際書展開展 以上是二月十九號的新唐人財經新聞 感謝收看 我是沈偉彤 再會 感謝您的支持 感謝您的支持 感謝您的支持